途中的女士是一席護士,她曾經在安寧病房去照顧臨終的病人有幾年之間 她被照顧的過程中聽了很多人生的故事 她與病人相處的時候,關立了她們最常有的五件遺憾的事 後悔是有些事情應該要做的,沒有做到 沒有做到的,她是做了出來,是後悔或遺憾 人生走到盡頭,這些病人最後悔的五件事 是沒有勇氣地真正活出自己想要的生活 這是最常見的遺憾,是知道了生命即將共通,回收人生的時候 很容易就會發現自己有多少未能夠完成的夢想 在我們每個人都有夢想,但因為現實 或是令到我們不敢去實踐我們的夢想 大多數人連半數夢想都沒達成 他們知道那是因為他們做出或沒做出的選擇 而且只有懷著這樣的遺憾死去 是在這個講道,他們做了或者沒做到的一些選擇 這些選擇是他們自己想要的 在後悔做了出來或者沒做到 對最終懷著這樣的遺憾而死去 在生去健康之前,大多數人並不知道健康給人自由 要我們能夠自由地去生活 隨著年紀一直長大 而我們的食健康,身體狀況大不如前 但是當我們仍然有氣力,可以自由地活著的時候 我們仍然可以達成我們的夢想 我們怎樣選擇呢? 選擇做或者不做呢? 第二件事是沒有把時間留給自己的家人 其實不需要多說 但是想一想,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努力? 我們的優先次序放在什麼地方呢? 當我們不斷努力工作的時候 其實是為了什麼?滿足自己內心裡面的需要 我們覺得我們這樣做 能夠為家人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生活環境 但是家人最需要的是什麼呢? 其實家人最需要的是家人的同在 丈夫、妻子、孩子 甚至我們爸爸媽媽 一起這麼好在家裡去生活 但有時候我們賺了一間屋 但它失去了國家 又為了什麼呢? 我們的優先次序放在哪個地方呢? 第三件事是沒有勇氣表達自己的感覺 很多人壓抑自己的情感 以免與其他人衝突 因此他們只得忍受平凡 永遠無法真正發揮自己的潛力 很多人在壓抑自己的情緒 想說的不說 但是去到某個位置 不能夠忍受的時候 就是破壞了很多的關係 但有些為了避免破壞的關係 不斷地壓抑自己 真正的自己 並未真正發揮過出來 自己的潛力因為懼怕 因為很多因素 而不能夠發揮出來 第四件事 就是沒有更多和親人朋友保持聯繫 其實每個人在死前都想念自己的朋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在這層面的啟示 就說自己的家人 不知道幾多年前失散了 又或者當時一些衝突 令離家出走 自此家人沒有再重見 沒有再見過 但是在臨終的時候 他是很想了結了你的心願 如果你看到這個啟示的時候 你快點回家或者去哪間醫院 爸爸媽媽或者親人 很想念你 那些關係 其實我們心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無論是家人 朋友 弟兄姊妹 這還是關係 但是 大家有沒有在這些關係上 現在有些破壞了關係 未去重新建立 未去復和 假如今天我們要離開世界 這個遺憾會不會帶到去 會不會伴隨著我們呢 所以我們思考一下 值得嗎 為什麼不趁著自己有氣有力的時候 或者自己仍然有機會的時候 能夠去重新建立這個 自己其實很想重新建立 但是他是害怕或者不敢走一步的關係 第五件事就是 不要讓自己活得開心一點 這個分好意外十分常見 很多人在老死前才知道快樂其實是一種選擇 被困在自己的老模式中的老習慣之中 覺得必須這樣才行 一定有這樣才行 熟悉帶來了舒適 進入他們的情緒和生活中 害怕改變 令到他們自欺欺人 但其實內心相處 希望其實 漢望開懷大笑 希望人生裏面 還有一次蠢事 有一次在電視上看一套電影 看到一班老友 在廁所裡 一班男人在廁所裡 都四五十歲 好像小朋友那樣撥水 在廁所裡 那些水喉水撥對方 整班傻人 很開心地一起去玩 去笑 其實我們是不是很想再次開心呢 所以快樂是一種選擇 面對很多不同的處境 我們有時候看到電視 看到很多的新聞 看到某些的官員 都令到我們感覺到很憤怒 但是快樂是一種選擇 我們就不要困在自己的老習慣 老模式裡 我們嘗試跳出來 又或者夫妻關係 教會關係 都是令到我們一種困擾 或者很不開心 但這也是一個選擇 我們願意去踏出 願意去選擇 去重新建立這種關係的時候 其實一定會改變 另一方面 我們的內心深處 其實都很渴想 這種關係的重建 問題是 我們願意去再次踏上 走出這一步 讓我們的關係 能夠重新建立呢 快樂是一種選擇 所以耶穌基督 為了我們 去選擇了 道成肉身 在羅馬書五章十一節這樣說 我們既藉著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得以與上帝和好 他就藉著他 以上帝為樂 一個美好的新的關係為樂 其實神都是一種選擇 去為了重建我們的關係 因為公義的神 見到我們犯罪的時候 必然散會 但他愛我們 所以他選擇了 猜忽耶穌基督 來世界上 去為我們死 為我們復活 讓我們能夠 藉著耶穌基督 得以與上帝和好 我們就能夠 因著這樣 有一個 以上帝為樂 這個是美好新關係 而開心 我們能夠和神建立 這個重新建立 的關係 其實就是我們 一種的福分 我們不配 但領受了 頂著我們已經和神 重新建立了 一個喜樂的關係 是否我們能夠 找到這份美好的 新的關係 為樂 另一方面 就是其實 我們能夠和神 和人 建立了 一個新的關係 這是一個選擇 我們選擇 和神建立關係 所以我們認識 耶穌基督 接受他作為 我們個人的救主 這是完全的恩典 但同樣我們 和人的關係 的建立 都是一種選擇 當我們願意選擇 去重新建立關係 的時候 就帶來很多改變 關係的建立 可能是新的關係 有些人已經很老有記 的關係 如何維持下去 有些東西破壞了的關係 我如何重新建立呢 我再問一句 誰走上去第一步呢 其實 可能對方在等著我們 其實 我也在等著對方的回應 為什麼不是你 不是自己 才走出這一步 去保護關係呢 夫婦之間的關係 同樣是這樣的 一切都是出於上帝 一切都是出於上帝 他藉著基督 使我們與他和好 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使命 刺及我沒 勸人與他和好的使命 刺及我沒 所以當我們的關係 與神建立的關係的時候 是靠著耶穌基督 我們都有這個使命 是將勸人與他和好的使命 給了我們 如果我們不能夠 和人建立關係的時候 如何能夠 將人帶到基督的面前 讓他能夠 和上帝和好呢 上帝和好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為如果 不和上帝和好 上帝的憤怒 會臨到在我們的身上 所以 與上帝和好 是非常之重要的 李小妹 既然我們知道 我們藉著耶穌基督 都能夠與神和好 將人與他和好的使命 賜給我們的時候 我們更加要思考 我們人生的照明是甚麼呢 剛才講的五個遺憾 是不是你自己的生命中 一些困綁 或者在現在提出了出來的時候 大家重新思考 我們人生的方向 人生的照明 是如何走下去呢 我們每一個都是想選擇 求聖靈光照我們 讓我們知道 自己是不是一種遺憾 當中 或者自己是不是一種 的掙扎裡面 不能夠重新去建立一種 新的關係 所以有時候我會勸 一些的弟兄姊妹 或者一些的朋友 如果你有些的關係 未去重新建立的時候 或者和父母 和夫妻 我們臨終的時候 沒有甚麼遺憾呢 沒有甚麼遺憾呢 所以趁著仍然有機會 我們抓住機會 等於我們抓住機會 去重新建立關係 去將和好的福分 帶到我們的關係當中 然後將這個和好關係 帶回到 讓我們能夠和神和好 這個就是神賜給我們的使命 一切都是出於上帝 匿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 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使命 賜給我們 作詞曲 李宗盛 你是我力量 是我的盾牌 你是我的帮助 你是我的善载 你是我的脚步站立在盘世上 夜和花你是我依靠的 你叫孤独的今天能回家 你用那永远的爱爱我们的 你总不撇下我永远不丢起我 在爱里没有去怕 望着背后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 直跑 永不放弃 永不对口 你陪伴着我 直到永远 Zither Harp 你是我力量 是我的盾牌 你是我的帮助 你是我的善载 你是我的脚步站立在盘世上 夜和花你是我依靠的 你叫孤独的今天能回家 你用那永远的爱爱我们的 永远 你总不撇下我永远不丢起我 在爱里没有去怕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 直跑 永不放弃 永不退后 你陪伴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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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你是我力量 是我的盾牌 你是我的帮助 你是我的善载 你是我的脚步站立在盘世上 没有见不见 是我打死一出去 你陪伴着 sentimental 你在转ises过着 你陪伴着 sentimental 看一下完成 感谢观看